看到SDC 它刚刚在这个位置金叉上去 应该就会在 升多一下这个超卖区 就是这样 看到 这个SDC 这个MACD方面也是死叉 但是它死叉完之后 就会再多一下上去 通常就会是 再多一下上去 即是它怎么都要落下这个水线位 那就看它在这里上去 接着就会落下水线位 就是这样 这个日线图 已经升了5日 5日的 都是收藥完足的 如果是拿回 一个 Train Line去看 那就差不多去到一些 在这里上去 那 应该 如果碰到这些 这条Crain Line 就应该是会 转向的机会都大 就是这样 看到STC也是快慢线 上去超卖区 那 暂时是这样的看法 那 短线就 就会 跌出一些移动支持 才会有转向 那看到是移动支持 暂时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25,280多 这些 它现在这样升上去 就应该会 再建立一个移动支持 大概可能会回一回 接着再升回 再建立移动支持 这样才会 比较 令到我们的操作 比较容易 就是这样 到此就说到这里 那黄金方面 都 暂时都没有什么特别 都是在做一些横行的一些调整 那 那 都是 等 等 等升穿回这些位置 那就应该是 开始 回一些比较急的升浪 那 大家看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就会是 反乱了一下 然后又会回回 最后 那段 看到其实 都没有升穿回 11月份的最高位 的 形态上 也都像是一个反弹 一个ABC 来的 看到这里是 A B C 那 因为 二浪 有机会 去到 一浪的99% 都还是二浪 所以 一天不升穿这个位置 它都可以是一个 一浪 然后二浪 然后 有一个 3 4 5 去做一个 调整的A 然后才是B 然后 就是C 有机会是这样 所以 暂时 因为它没有升穿 这个位置 所以 都是看淡的 如果 升穿了 先 再跟 一些 再看 一些位置 去做 因为 这个位置 其实它没有 抗张 也很厉害 所以 都 可以说 有少少 难度 如果它是抗张得很厉害 看到 Histok 如果它抗张得很厉害 它向下的 机会 就会是大一点的 但它始终都是升了两浸 所以仍然是有机会的 是 偏淡的 那 都要留意 这个位置有没有升穿 没有升穿 都是一个反弹 那 今天这段片 就 说到这里 喜欢可以给个like 未订阅出现 我可以订阅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喜欢也可以分享给朋友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